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美国Denis留学频道 今天我们到了罗扯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这个大学在美国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综合类大学 2020年US News给它的评级是第29位 过去它是30多位,这几年它的排名一直在提前 证明它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可观和快速的 罗扯斯特大学也被评为新的长青藤大学 就说有那几个老的长青藤大学 后来对于学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一些 教学质量也比较好的呢 又重新有一个新的长青藤的名单 它是其中之一 罗扯斯特大学,它的著名的学科有音乐 罗扯斯特音乐学院在全美是排名第一的 有光电学,还有金融学 其他的像生物制药啊,还有护理啊 这些专业也是非常有名的 罗扯斯特大学它有自己的医院 就像杜克尔大学有杜克尔医院一样 这个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老的 这是它老的校区也是比较漂亮和安静的一段 罗扯斯特大学它建校于1850年 起初的时候是一个男校规模比较小 后来呢逐渐招收女生 它的快速发展的阶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就是1930年之后它发展非常的快速 变成了逐渐变成了一个综合类的大学 它有音乐学院,有商学院,有医学院 罗扯斯特大学呢 它是在这个五大湖安大略湖的南岸啊 在罗扯斯特市郊区 但是它的音乐学院呢是在市中心的 它有好几个分校 这个学校也是比较大的 纽约州这些大学里面呢 除了哥伦比亚呀康奈尔啊 什么这个它跟这个纽约大学呀 比这个RPI呀它们都要排名更靠前一些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选择的学校 有其实 如果您看这一向,就是这边的球场,就是这边的球场 然后您看到这边的藁扬权子 我们看到了这个藁扬权子 是在这里的信号,《Dedicated 1952》 到网上的高兴,它是很棒的地方 它们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地方 我们在这边的房子里面有些地方 他们有些人的照片,从这些年轻转的角度来看 它是非常好看的,所有的古党和衣服 和人们都改变的衣服, 但仍然是阶级的阶级是仍然在这里, 因为你还可以看到, 当我们刚才看到, 当我们来到这里, 当我们来到这里, 他们还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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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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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因为在网站上, 他们会到很多 NCAA tournament, 这些年代表, 很舒服的, 很高兴地, 下去的像是你很像在Boston 那種高出的高-end的樹位 當然正在向前正的屋上 上的地址 而且上去上穿啦 這裡的路面向前正在這裡 這是土地址 上的圍鎖 這個土地址 上發的圍鎖 是很堅強的地址 OK 你能看到各種各種各種不同的球橋 you have not just the football field you can see the hundred yard football but we can actually see the outline for the field hockey for soccer it's used for everything it's very multiversal it's really a great situation here and again you see back in the background that tower with the music box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finally the music has stopped playing it played for a few hours after lunchtime start at noon and randall too with just a complete array of songs and music and of course as i said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has a music college we're not there but the college itself is famous for many grammy winners and many famous musicians have come through here so i just wanted you to see the athletic field if you're into the athletics okay everybody thanks for visiting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with us we'll talk to you soon bye 这是罗彻斯特大学附近的一个社区大学 就一栋很大的楼 后面还有一些小楼 但是看着它是非常的古典 算是应该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因为它在市区内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那种社区大学了 这周围的配套也比较满善一些 如果你想进入那种在市区的大学的话 因为有的朋友们他们不喜欢在郊区的 美国的好多大学尤其是名校很多是在郊区的 可是有的同学从可能从中国过来 他不太适应他就觉得有点冷清啊 还是喜欢市区的环境 那这个就是在罗彻斯特城中心的 他离那个罗彻斯特大学也不远 你看周围都是一些商业设施餐馆 而且这附近中餐馆比较多一些 因为社区大学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好 社区大学的教学质量也是挺不错的 周围有很多商业设施 然后几分钟就到高斯公路 交通也是很方便的 他旁边离着罗彻斯特大学 也就是有两三个英里吧 而且有很多这种中餐馆 我查了一查 很多同学来了不习惯吃西餐 也不习惯吃学校的这个餐 那么这附近呢有好几个中餐馆 刚才我们过了两个什么养子饭店 现在我们正好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同学介绍的 说是当地啊 在罗彻斯特大学当地非常正宗的一个广东餐馆 喝广东早茶的地方 喝广东早茶是我的最爱 在中国的时候 我那时候只要去广东的话 就不吃别的饭了 整天吃喝他的早茶 晚上也去喝茶 一天喝两顿 这个社区大学 离它是两英里 挺近的 我们现在马上就快到了 罗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也经常来这吃饭 这边有几个中餐馆 是据罗彻斯特大学的同学们介绍说 是非常正宗的 就不是那种美式中餐 是有广东餐啊 有烧烤 有专门的烧烤店 有火锅 还有一个烤鸭店 是烤鸭三吃 说做的也是很挺正宗的 还有一些 还有个面馆 山西面馆 还有这个 就是一些家常菜吧 北方的家常菜 饺子包子什么的 好的 我们到了这个早茶店了 你看 他这儿 就是广东早茶 小笼包啊 什么 就是虾饺 这些典型的 你要进去吃了 广东早茶 尝正宗的 终于吃上了广东早茶 嗯 嗯 看得好 很正宗的中餐 很难吃到 嗯 谢谢 广东早茶 非常正宗 虾饺 炒牛盒 牛然面 一会儿还有 蒸凤爪和蒸排骨 正宗的广东早茶 我终于喝上了 我有十年没有吃上早茶了 蒸排骨 这是蒸凤爪 蒸排骨 炒牛盒 牛然面 虾饺 哦 每家边境 以这种风力发电农场啊 原来都是远距离的看 现在近距离的 近距离的看好 非常非常的壮观的啊 这是每家边境的一个特色 就是这些农场会出租给 风力发电的公司 呃 之前我们卖过一个 这种 一个林场出租给了 就租了这三个啊 三个风力发电的这种大杆子 基本上每个一年是一万块 三万块 他每年租了三个 就能收三万块钱 因为这个风力发电公司 他跨越的面积很大 你看从那头 我已经开了很久了 他们在各个林场 或者各个农场都会租 呃 每隔一定的距离 就会租一块地方 去做这个风力发电 所以说很多农场 都有出租的机会 你快动啊 乐乐 这个在远处了 一直都有 刚才那个是在进出的 反正那大白色的杆子都是 所以那个主人挺划算的 他就 反正他那个地 闲着也是闲着 出租这个 能赚 一年能赚三万美金 而且刚才那个 我们看的高尔夫球场 它是出租给电视台了 电视台用一个挺高的那种发射塔 他那一个杆子 那个 当然他那周围 大概有 四个 四个英亩租出去了 一年能收三万 现在是三万二 租了十年一下 签了合同十年 每年还可以涨百分之二 今年三万二 明年可能就快三万 三万二千 三万二千八 这没有离得近的了 这个都离得挺远的了 马路边碰见了一个卖菜的农场 他自己产的东西 买它 这是投币箱 刚才我们买了 买的桃子买的杏 但是钱不够了 我给他补点钱 再买一根黄瓜 它这个口太小了 不好装 这里边投币 刚才还差它两毛五 买它一根黄瓜 这个 这个 这个靠 今天没有现金了 少买点吧 一会去取现金去 你瞧 这是它的 这农场 主人 自己种菜 在这住着 在门口卖 他们的菜都非常新鲜 摘下来之后 都是当天的 我不喜欢超市的菜 超市的菜 都冻了之后 冻了之后就不好吃了 好 谢谢这次 有这个 想吃 看到 一个 这